2022年10月30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于今日宣布 该党在宾州出征7个国席的候选人 其中宾州首席部长兼单容区原任国会议员 曹冠友将转战Badukawan国席 填补该区原任议员Kasturi退位后留下的位置 单容国席则由宾州行动党秘书林慧英出战 林慧英也是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的抛妹 这是林慧英首次出战大选 另外升旗山区原任国会议员黄汉伟被换下 该由斯里德里马区的州议员Selina上阵 其余四个国席则由原任议员首途 也就是Bagan、林冠英、大三角、沈志强、热洞雷尔及Buket Gurugo 陆造福今早在宾州行动党与Kabatzin道举行的西蒙车队造势活动上 公布上述候选人名单 陆造福也在会上特别感谢主动宣布退位的Badukawan去原任国会议员Kasturi 并赞赏他在国会感怒感言 同时也感谢被换下的升旗山区原任国会议员黄汉伟 并透露黄汉伟此次从国会换下 并非退休而是会在州级唯一中任 另一方面行动党Badukawan区的候选人曹关友就说 此次他转攻Badukawan比起单容确实有挑战 但他已准备好接受挑战 希望能够改善当地所面对的问题包括交通问题 而行动党单容国席的候选人林慧英则说 他知道坊间子他是临世家族成员 对他上阵持有不同的看法 但他认为不是问题 此因素不应成为限制任何人为国家服务 另一边乡 兵州首长曹关友说 兵州议会将在明年的8月届满 但也有可能不会持续那么久 或许会在届满前就会解散与举行周选 他昨晚出席一项图腰节门户开放活动时 致辞时就说 他现在还不能说会在什么时候解散州议会 同样是大选相关的消息 马华前总会长翁诗杰坦言 他确实已在班登选区进行了民调 了解民间的反馈 是否能够上阵就要看有没有那一支授权书 因此他表明若要在来届大选批甲上阵 他的首选是他所熟悉的班登国席 与此同时 翁诗杰也对当年耕耘多时的选区 如今变得面目全非感到十分吃惊 他昨晚作为受邀嘉宾出席万宜民信党筹款晚宴 并没有上台演讲 这也是孟师杰亮相的首场民信党活动 他在晚宴上授寻时就说 自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拿到民信党主席沙菲尔的授权书 要有授权书才能代表某个政党上阵 换个焦点 马华大三角区会主席陈德卿 今日就率领党员拜访大三角市区巴萨小贩 并介绍即将代表马华在该区上阵的准候选人陈阳邦 获得现场小贩给予支持 士气高昂高喊道打倒敌对党 陈德卿说 陈阳邦自2015年加入马华 担任马卿大三角区团团长 在大三角区展开全面性的各种服务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时期 陈阳邦也带领了团队走入社区 协助人民登记疫苗接种 同时援助物资于上千户有需要者 他也赞扬身为马华大三角区会服务队队长的陈阳邦 带领其团队设立了夜间服务 昼夜为求助者排忧解难 也是马华副总会长兼兵州联委会主席的陈德卿就说 基于马华总会长上尾宣布 因此他不便直接说明陈阳邦就是候选人 但区会州中央将会全面为陈阳邦护航 希望大三角人可以给陈阳邦一个机会为社会服务 来看着国际新闻 韩国首尔龙山区黎泰院昨晚举行万圣节派对 发生恐怖人才人意外事故 造成至少151人死亡 82人受伤 死者中有19名外国人 包括4名的中国公民 现场犹如人间炼狱 媒体形容事件是万圣节恶梦 韩国总统尹熙悦在凌晨2度召开会议 下达紧急命令 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 所有政府机构下半期致哀 要求部门迅速救治伤者 彻查惨剧原因 尹熙悦今早也到事发的现场视察 根据报导指出 昨晚约10万人去到了黎泰院 参与当地自冠病疫情以来 首个无需佩戴口罩的万圣节庆祝活动 现场人潮多得几乎赛爆了整条街道 几乎都是动弹不得 有现场人员就指出 当晚10点过后 有人在黎泰院 哈密尔顿酒店旁的一条宽度仅4米的下坡宰相 跌倒引发了骨牌效应 并且出现人潮挤压造成了惨剧 据了解 大部分死者都是年约20多岁的年轻女性 由于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预料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伤身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